慈力共振導航放射治療 慈力共振導航放射治療 英文名叫做MR-Linux MR-Linux將慈力共振掃描機 和放射治療,直線加速器二合為一 在2018年12月才剛獲得FDA 即是美國國家管理局批核 而香港正在安裝一部 是全亞洲第一部的MRI Linux 它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癌症部位 比如說腦部的腫瘤、頭頸的腫瘤 肝臟、胰臟、前列腫瘤 這些地方MRI都是優勝傳統的電療系統 這個MRI Linux的好處在於 第一,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腫瘤的位置 現在我們看清楚的時間 我們可以更精準地針對腫瘤 腫瘤附近的正常器官 就可以盡量減少損害 MRI還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做一些功能上的造影 DWI、抗散性的磁陣造影 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水分子的密度 知道目標腫瘤的活躍情況 又或者是一些BOLD、MRI 可以看到腫瘤裡面的血管的密度 或者是血氧的濃度 血裡面的濃度其實是跟放射治療很有關係的 因為放射治療需要大量氧氣 如果腫瘤的位置血氧不足 其實它對於電療方面 效果會不好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通過MRI參數 知道腫瘤的位置血氧濃度不足 即是放射治療方面 我們會預計它會比較差的時間 我們可以在那個位置 相對調高劑量 從而增加治療效果 而MRI就可以做一些實時的監察 去看到這個腫瘤 以往我們用掃描 或者用X光去看的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看不清晰 因為看不到那個目標 我們就要借助一些方法 比如說放一些金屬的標記 進去病人的身體裡面 這個是帶有侵略性的 但如果我們現在用MRI的時間 我們又不需要做到這個情況 有MRI連絡之後 電療期間 腫瘤有沒有走出電療的範圍以外 正常器官有沒有走進去高劑量的範圍 如果有這些問題的時間 我們可以即時做出在位置上面的調節 病人其實他有呼吸 還有他有一些不自主的活動 我們要看到他的活動 我們才可以即時做出在位置上面的調節 或者是劑量上面的調節 都可以增加那個療效 和減低那個治療的一些副作用 在於是劑量有關的代理 在於是劑量有關 盡量有關的東西 是劑量有關的地方 平按擺脫的部分